今天我们继续讲 《大佛顶手愣眼睛大势之菩萨念佛原通章》 上一次《萧文解义》 我们先看看这一章的内容 全章是很短的 大概两百四十四个字 我数过大概两百四十四个字 如果你计算章的题 可能是多一点 两百多字里面 《印光法师推崇它为经》里面 就包括了法门的要点 我们就看看为什么是这样 一点一点的《萧文解义》 我们上一期已经把《浪验经》 这个是第五传上文下理 大概的关系已经讲过了 因为你提一章出来 传五提一章出来是比较难明白的 第五传是什么呢 是佛问二十五位圣者 他是怎么修行的方法 或者问他们 他们二十五个不同的人 不同的圣者用二十五种不同的方法 这是表法的 每一个人都不同 没有相同的二十五会追求圆通者 他们修行的方法 他们修行的方法就是用什么 六根六乘六十七大 六根六乘六十是十八戒 再加七就是二十五 又是二十五 二十五种方法 这二十五种方法 前面的六根六乘六十是比较好像是 众生个人性的 好像生这一方面的 我们的六根六根六乘六十的关系很明确 就是讲众生 七大也是众生 但是它的集中点就是地 水 火 轰 这个元素它比较广一点 它看得比较广一点 也可能是包括了 好像是里面的根大 七大是什么呢 地 水 火 风 空 习 唯喜的世界 根 这里也有根 那为什么六根六乘六十前面已经有根了 为什么后面还有讲一个根大呢 是不是相同呢 并不是相同 前面讲的根大可能是耳根 也可能是义根 也可能是舍根 也可能是必根 它是不同的根 但是这个根大 后面的根大念佛元通章里面 大师之菩萨所修的就是根大 根大是什么 是六根的统称 就是你念佛的时候 刀舍六根 净念相继 六根嘛 六根是什么 然而必是生意 都要用来念佛 所以为什么是二十五呢 圆通呢 那就是这个意思 上一堂已经讲过了 上一堂已经大概讲过大师之菩萨 是什么意思 Mahathmaprapta 是什么意思 梵文呢 同轮是同修的二十五会菩萨 五十二会菩萨 就是菩萨每一个修行 在一个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里面修行 我现在是跟大家婚书 每一堂我都讲一讲 前一堂我讲过什么 那么你就知道有上文下理 有五十二个接会菩萨 大圣菩萨 也可以大成也说 也可以有人认为大圣菩萨 是五十二会接会 从初发心 世红世愿 一直识信识诸 识行识回向 识地 这个是五个识 就是五识 等着妙诀 妙诀就是佛 这是大圣菩萨修行的识地 是这样的 也大概讲过什么是识信识识 识行识回向 大概讲过 识地也大概很比较简单的讲 不就不可以深入 老实说深入的讲五十二个接会 大圣菩萨修行的接会 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现在集中在这一章念佛的法门 更大的念佛法门 所以就不把那个时间都放在 解释修行的方法 但是也要提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大圣修行的方法的识地 那么我们想讲大圣菩萨修行的识地是这样的 从初发心到识弘寺院皈依 修六度波罗蜜 十波罗蜜等等 一点一点的 一直修到了成佛妙诀菩萨 就是已经是佛地了 需要时间多长 需要多少长的时间 根据很多经论的讲 三大阿僧琪节 阿僧琪什么意思 无量那么长 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可以修行道成佛 好 大家记住 很长的时间 很努力的修行 才可以得到了妙诀 好 那么我们小诚是什么一回事 大概讲一讲 让大家比较一下 深入我也不讲了 那么小诚是我们要破间祸失祸 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辟枝佛 辟枝佛 我们要破间祸 身见 边见 间取见 戒见 境界取见 贪嗔痴 万宜等等 八十八事 都破了间祸 还要破了失祸 贪嗔痴 万宜 与三界九地各九品共八十一品 这是天台宗的 把间祸跟失祸 很常识的分析下来 大家也不需要距离于它的视节 不要说什么是生变 什么是间祸 什么是慢 什么是疑 你转到文字里面 也不要距离于它的视节 到时好像你念法律一样 法律有那么多法律的条文 你也不可能传不记的 但是你又记得它的大概 到时你真的知道什么是身见边见 你又是查好了 现在大概知道有间祸、失祸 间祸、失祸就是烦恼症 就是所有的烦恼 把烦恼分了见跟失 大概来讲间祸是容易断一点 间祸大部分都是这一生建立的间祸 从你的十二因缘里面呱呱跺地 生出来的时候 到了死的时候 你受了所缘境的影响 你就有很多见解 甚至是我的见解 失祸也大概包括了以前前生很多业障 很多业力 所以不容易断 有时我们弘扬佛法的人一定要有慈悲心 你对众生 你度他 他不愿意受度 也可能对你产生了厌护的感觉 你要有慈悲心 为什么很难断的 失祸 以前带来的那么多业力怎么断 所以我们要 you have to be a very good patient teacher in order to educate your students properly 你要是这个好的 慈悲的老师 你要不厌其烦的 他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你不要延弃他 你就解释给他 你有慈悲心才可以当一个好的老师 你不会说我已经告诉过你 我教你一年两年 你都不懂 你惭愧不惭愧 这样你骂他 他就走了 对不对 那么贤慧失念处基本上上座部 我们不要说小大了 上座部 他们对失念处是很重视的 观身不尽 观受之苦 观身无常 观法无我 如果是你修失念处 你修得很彻底 你已经可以超越生死了 所以小圣佛法 他们一生都是修失念处 一开始就修什么 观身不尽 老实说 我们有没有说观身不尽 没有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读中论 一确西对论 高级的论 戒也不一定读 读完以后就告读讲法了 其实自己的我见身都不得了 那么我们用另外一种言语 我们就是说修五庭心观 多贪的众生 也要修不敬观 多参的众生 修其悲观 多散乱的众生 修其观 多愚弃的众生 因缘观 多账的众生 念佛观 等等 如果是你这样修行 出国 许多环国 你修得出国 你断了间惑了 如果你修得出国 已经断了间惑了 但是还没有 断了间惑是简单一点的间惑 全变的间惑 还有还没有 死了以后不堕三个道 但是还要在御界里面再投胎 大概这样讲 七次投胎 再修再修 二国 断了欲界的九品施货 之前的六品 还三品还没有 所以必须要来一次受生 来一次欲界受生 三国 阿罗韩国 断欲界的九品施货 欲界见施货 断尽 所以不来欲界受生了 那就是社界 到了社界里面 五不还天再修 施货 阿罗韩 断了无社界的施货 三界见施断尽 成阿罗韩了 就不用再来 三界六都轮回了 这样了 我请问你 从开始发心到事果 多数时间 修行 多数时间 最快三生 最快是六十节 三生六十劫 从初修行到四国 大概来讲阿罗韩 一劫多少 一劫千千万万年 最快要三生 这很长时间 辟知佛 三界的精是化断尽 更清时期 就是很多时期都磨灭 磨断 我们那个时期太重了 辟知佛 Pratyaka Buddha 它是修什么 它是自己开悟的 根据什么修 十二阴阳 瘤转门 简单来讲 十二阴阳的瘤转门 缓灭了十二阴阳的瘤转门 它知悟性 悟性很高 这样一点人要修 要修多久 四生一百节 有四生一百节 阿罗韩三生六十节 这个大概讲而已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们从这个修行的时间 我们得到了什么的启示 你读佛经要启示的 我们得到什么启示 你看这样一步一步的修行 竖出三界 又千千万万年 现在我们一生佛号 生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横超三界 可能一生就成功 容易 只要你肯 只要你信 愿 行 具足 你这一生就可以跳出三界里的轮回 所以我就告诉你 小诚的修行 上座部的修行 跟节里没有大的关系 我是带出一点 这一点就是念佛法门 三根谱壁 利顿传修 很容易就可以跳出三界 但是你还没有成佛 还没有好像欧拉汉 披士佛等觉 妙觉 菩萨不会接会那么高 但是你已经可以不在生智里面扭转了 我们继续讲 我们《小文解义》里面说 有十二专佛 他经过《大师之菩萨》 在《小文解义》里面说 他闻到了十二名佛吗 十二名佛是什么名 《无量光佛》 《无边光佛》 《无构佛》 《无对光佛》 《燃光佛》 《清净光佛》 《欢喜光佛》 《滋味光佛》 《不断光佛》 《蓝思光佛》 《无称光佛》 《超一月光佛》 他经过十二名佛 到了最后的《超一月光佛》 《一月光佛》告诉他 你要修念佛法门 我们《小文解义》 我们看看这个文 你看到 《无量有佛出世》 《明无量光》 十二如来 《相记一解》 其最后佛 《超一月光佛》 《明超一月光》 彼佛叫我念佛三昧 《超一月光佛》 叫大师之法皇子 叫他有念佛 我们不是讲十二名佛 就是这个十二佛 每一个佛都有不同的佛号 为什么有不同的佛号 其实后面这个是我放进去的 佛号的名称是代表相的 代表佛的 智慧佛的福德 用不同的比喻 用不同的方法 用不同的文字 把佛的福慧双修 也可能是在修法上 用文字来表明 来比喻 在佛德里面 用文字表现 在他的智慧里面 用文字表现出来 不同的名字 但是佛 佛 道同 名字不同 法身是一样的 不要说那么多佛 佛那么多名字不同 其实是一样的 也有说那么多光佛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无量光佛 也有这个讲法 但是这个批语也行 好了 相继是一节 那么这个时间呢 一节是多少 What is a Calpa? Calpa A unit of time dimension 基督论讲 人寿之十岁 百年争一 这百万四千岁为止 然后再百年 百一百年减一岁 至十岁为止 如是一正一节 我一节 那么我计算过 大概计算过 一小节是一千六百万年 一终节是335 million years 二十小节 一个大节是四十个终节 是one trillion One… I can't read it One million, three hundred million One thirteen million years 多长? 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么比佛 佛叫大世纪菩萨 叫他怎么样 叫他念佛三昧 叫大世纪菩萨念佛三昧 什么是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也是一行三昧 也可以说是波舟三昧 也可以说是宝皇三昧 三昧有很多讲法 念佛三昧 念佛在因三昧在果 你念佛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三昧就得到了这个定 三昧是什么 Sammatti Sammatti 这个定Sammatti 已经包括了Vipassana 包括了Jama-tha Vipassana Jama-tha 已经包括了Vipassana 有了 就是念佛三昧 三昧里面也有定 什么的也有定 也有慧在里面 文书斯利说 《摩霍波罗密经传下》怎么讲呢 他说 三男子三女人 入入一行三昧也行 因处空间 舍住乱意 不取相貌 细心以佛 尊称明智 随佛方所 敦生正向 能与以佛念念相须 寄于念中 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 这是很简单的简心以佛里面 细心以佛里面 念以专佛 是专称其名字 不取相貌 那个意思就是 不取相貌就是没有其他的所缘境 也可以说不取相貌 它是持名念佛 也可以这样讲 这个是念佛三昧是这个意思 但是也给大家多一点资料 《念佛三昧观经》怎么讲 当一想令心眼见 见此四则 只见阿弥陀佛 知见十方一切诸佛 也是诸佛故 明念佛三昧 所以能见十方一切诸佛 这是妄福 亚福里的妄 真现 真正受也 见无量受佛者 知见十方无量诸佛 以时之故 念佛三昧 要明诸佛现前三昧 就是如果你念佛三昧 念得很得力 那么诸佛现前 什么是一行 或者一行三昧 以念佛之一 一种行为 菩萨万行之一 正入三昧 你们怎么讲呢 三昧法术 你们讲一行三昧者 佛专称明智 随佛方所 端生正相 能于一佛念念相须 即使念中能见过去未来 现在诸佛 大家留意这四个字 端生正相 不是端生正 做 没有做 没有坐 没有做上来的 一行三昧 不坐的 就是伯周三昧一样 什么是伯周三昧 念佛三昧日名伯周三昧 以伯周之行 正入三昧固 凡以伯周 中文语为怎们样 佛丽的意思 不坐下来 一天到晚 你可以行 你可以住 就是说站在那里 不可以坐 更不可以饿 一行三行 没得坐 此法出《波周三昧经》 七天九十日 也有七天 《波周三昧》 也有九十日 专念阿弥陀佛 不坐不卧 常行不间断 没有修习的 以藏佛力三昧力 既性功德力 故于定中见识方佛 在其潜力 如引明之人 清夜观心见识方佛 亦父如是 故有名佛力三昧 所以《波周三昧》 也名为佛力三昧 然波周三昧之行 说之是义 行之是难 若非过量圣人 末世时不易修 所以英国法师就说 波周三昧 非今人所能行 如作此说 甚好高 勿有圣子也 仰真未生死也 如真未生死 当一凡夫通行之法 若波第凡夫妄想很多 不一定可以行 圣人所行之法 你不懂而行 可能着魔 且请细持练 续合得一耳 可见波周三昧之行 乃过量圣人所行的法 波第凡夫 不宜向法 就是波周三昧 英光法师说 我们普通的凡夫很难做的 七天你做都不做下来 可以吗 一个非常难行的修行的方法 根据英光法师讲 不是我们凡夫 近代的凡夫可以做的 但是我也听到有人做 有人这样 有很多人很法心的 他站着修 念破三昧 我也认识一回法师 宝登法师 以前是三三四 香港三三四的主持 我跟他很熟的 以前 我那个时候很年轻 他这个法师是很受的苦的 我见过他 他开铲泥车 开山的 见妙的时候 他是开车 就是一个很劳动的一个人 很有利益的一个人 他就修过波周三昧 他告诉我 他累的时候 就拿出一条绳 就这样不断地修 好 今天我已经讲到念佛三昧 其实念佛三昧也有一点更加要多讲一点的 但是我们往后还有 还有兜舍六根 敬念相继里面 还有讲念佛的 我这个念佛三昧 我分开来讲 还有后面还有提到很多念佛三昧的意思 什么是一心三观 什么是子 念佛三昧里面有没有子 有没有观 有没有空 有没有假 有没有中 念佛三昧跟禅中有什么分别 有没有相似的地方等等 我们不但是探讨大师之菩萨念佛 袁通章 我们也好好地探讨什么是念佛三昧 什么是方法是念佛 念佛有四种方法 持命念佛观想 念佛观想念佛 实相念佛 我们一一的探讨下去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prochain - 下umental - 下叶 下叶 - 下叶 下叶 - 下叶